音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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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欢迎你们收看 我是尤妮 今天呢我想带大家跟我一起体验一项医美疗程 那我现在呢是在 Mega Avenue 1 在吉隆坡市区 那这一间医美中心呢 是吉隆坡非常著名的一间医美中心 叫Premier Clinic 今天我想要体验的疗程呢 叫做Fotona 4D 美朔光波拉提 这个疗程呢是非常适合 我现在这个年级的女性朋友的哦 那这个疗程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就带大家一起去体验啦 跟我走 Premier Clinic是马来基亚水龙区 一间有幸运和口碑的医美诊所 今天我来到他们位于 吉隆坡市区 Mega Avenue的店面 里头的环境很干净舒适 这一次为我做Fotona 4D 美朔光波拉提的医生 是Dr. Iman Dr. Iman很细心的跟我解说 Fotona 4D美朔光波拉提的疗程 他疗程的原理 我在整个疗程的感觉 大致上会如何 疗程之后需要注意的事项等等 Dr. Iman解说的都非常详细 什么问题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跟医师多了解 这个地方就是等一下会做疗程的房间 Fotona 4D毕竟是一种雷射疗程 在疗程开始之前 我们必须要上一层麻痹霜 以减轻在疗程时的疼痛 现在他们涂了 那个麻痹要到我的脸上 要等半个小时呢 才可以做那个Fotona 4D的疗程 那现在我的脸还没有麻痹的感觉 就是冰冰凉凉的 要在这里等半个小时 那我们等一下见 Fotona 4D会从脸部的外层肌肤 以及从口腔内针对生成肌肤做治疗 它能够从里到外 还原肌肤的娇嫩与健康 Fotona 4D是结合了两种激光 再用四种独特的激光模式 从里到外进行治疗 第一个步骤叫做Smooth Move 这个步骤治疗先从口腔里开始进行 所利用的激光能准确温和的 对肌肤生成加热 使现有的胶原蛋白收缩 并刺激新的胶原纤维生成 这个步骤主要是针对法令纹 能够从里到外的把它抚平 第二个步骤叫做Factory Move 这个步骤利用激光 改善皮肤的生成瑕疵 还原年轻有弹性的肤质和均匀的肤色 第三个步骤叫做Piano Move 这个步骤是从皮肤的外程 在短时间内使用皮下激光能量导穿 加热大范围的皮肤组织 从而收紧皮肤 最后一个步骤叫做Superficial Move 利用精准并温和的激光模式 帮助改善皮肤的外观 并减少各种的虾吃 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平滑柔亮 由于没有人帮我抓相机 其实整个护理疗程 我并没有全程的拍摄 哈喽大家好 我已经做完这个Fortuna 4D美术光锅垃圾的疗程了 我现在呢是处于一个完全素颜的状态 但我整个年呢 那个麻痹药呢 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消退 我感觉到我嘴巴还是麻麻的 不过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没有什么伤口 也没有什么半红啦暂时 医生是跟我说呢 过几天我会开始有点半红 然后会有一点脱皮的现象 不过呢都是可以照常出去工作 可以化妆 不过最好是建议24小时内不要化妆 那之后呢其实都是可以化妆的 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整个体验的过程吧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我在Premium Clinic做Fortuna 4D美朔光锅垃圾的第三天 今天我的妆只有上眉毛还有口红哦 那我的脸是完全没有上妆的 所以我的医美医师告诉我 通常做Fortuna 4D的第三天呢 你的脸的肤质是最差的 不过我觉得像我呢就还好 我做这整个疗程 如果你问我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吗 我会觉得我的口腔 里面的肌肤呢是有点粗粗的 一点点而已 不过它没有伤口 我喝盐水的时候呢都不会觉得疼痛的 只不过它里面的肌肤呢就是有一点粗粗这样子 但我的脸现在呢 嗯...我摸上去 其实大致上跟我还没有做疗程之前 没有什么分别 嗯...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分别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有稍微一点点 一点点的粗粗 可是你看不粗 如果我没有跟你说的话 其实你在旁边应该是看不粗的 而且做了疗程的第二天 其实你就可以上妆出门了 如果你没有跟别人说的话 别人是很难发现有做什么医美疗程的 什么类型的人最适合做这种 Fotona 4D呢 就是像我这种类型啦 修女 就是脸部的肌肤有一点松弛和下垂的人 又或者是有轻微细纹或中等皱纹的人 还有就是那种想要改善肤脂 但是呢又不想要大动刀的那种人 那第二点很多人问我的呢 就是这个疗程其实要做多少次 其实是因人而异啦 如果你想要有很理想的效果的话呢 大约就是四到六次 而且每一次的间隔大概就是三到四个星期 当然你的医美医师呢 会看你的肤质 然后给你一个最适合的疗程配套 再来第三点 做完了这个Fotona 4D之后 需要多长的复原期 大家可以看得到从那个医美中心走出来呢 其实你是看不到伤口的 我可以说它的复原期是零 无需复原期 那每一个人的肌肤会不同 可能有一些人的肌肤会稍微有一点半红 不过我看不会持续超过一天吧 但是你不会因为做这个疗程呢 你就必须要再加修养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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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马上回到你日常的生活 医师是建议24小时之内不要上妆 我可以说你可以即刻投入你的日常生活 你没有跟你身边的人说 你做过医美疗程的话 其实大家是不会发现的 那我做了这个疗程之后呢 有看到什么效果吗 我做这个疗程呢 可以马上看得到的效果 就是我的法令纹占了很多 我的先生是有说我的脸好像有比较紧实 一点点不多 就是可能比较紧实 医师是有大概跟我说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呢 做了疗程之后呢 你的脸会有一点点稍微的脱皮 一点点 看个人啊 我是没有什么脱皮 接下来一个星期之后呢 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到 当你的胶原蛋白开始再生时 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皮肤更加的紧致 那还有就是治疗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第一其实你是不需要借口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伤口 不过医师是有告诉我呢 你的脸会开始会比较干 因为它会有一点点脱皮 他是蛮建议我治疗过后 接下来每一天呢 都用保湿面膜来敷脸 这样子呢 你可能脱皮的现象就会减少 我是一个很轻化的病人 我真的是有照医师的方法 我每一天都有敷保湿面膜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其实我的脱皮的状况 并没有很明显 当然就是你的一般的美容程序 都可以照做 只是你运用的一些美容产品呢 尽量避免有刺激性的 有美白系列的 或者是有果酸的 因为这时候呢 几乎是比较的弱 如果你使用带有这些刺激性的护肤品呢 可能会刺激到你的皮肤 那这整个疗程呢 其实我蛮满意的 第一它一点都不痛 第二它的备用其实呢 不会很大 风险也没有很高 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它是零修复器 你可以马上的投入 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需要休息 所以Photona 4D 是我蛮推荐的一个医美疗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我有新的影片上传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你可以到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追踪我 现在在看我影片的朋友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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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